自助房只要满足自己生活需求 并且自己住的舒服就行了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看房日记 那么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观看一套自助房 那么这也是我现在帮我现在一个客户 按照他的要求以及他的预算 来帮他看这个房子 然后在看房的过程中 我又发现这个房子的销售中介 竟然也会讲中文 所以看完房之后 我也和他聊了非常久 那每个人其实对自助房的需求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这位客户对这个房子 是非常的喜爱 所以本期视频 我将带大家来看一下 在PERS北部 Deniala这个区的自助房是什么样子的 并且在视频最后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团队进行了大量付费调研之后 来得出的这个区域调研的结果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获取更多关于澳洲看房分析 以及年轻人视角 看澳洲地产与财富投资的相关介绍内容了 欢迎回到今天的澳洲日记 带你有年轻人视角 观看澳洲地产与财富投资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座房子在前面了 那么这个房子的正前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梯子路口 属于一个小路冲 但这个地势的话呢 是比较偏高一点 但房子会在下面 但是问题是呢 房子是在最里面这一块区域 所以其实路冲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房子的门口了 那房子首先是整个下沉下来的 那么这里就到了房子 首先你进去这里有两个车库 过来之后呢 前面有一个这个 sitting area 然后正门是从这里进去 当然也可以从车库进去 那我们现在先从正门进去 那这个门开得很高 进来之后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master room 那master room是非常的大 整个是做过翻新的 里面的呈现也是非常好 这个窗户呢 可以看到你的drive way 过来之后我们看到master bedroom 这是master bathroom 那这里整个呈现也是非常好 可以看到master bathroom 其实有两道门的 这道门是连接到一个厕所 然后出来之后呢 可以直接连到外面来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进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看到 这里就到了我们的dining area 和一个 今天看房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整个dining area非常的大 那么这一间房间多出来呢 是一个目前他们做study room 但是这间房间可以作为一个就是第一个bedroom 也是有空调的通用空调 非常不错 不然我们看到整个dining area 和kitchen 那么这个门呢 是可以通向车库的 所以车子直接进来之后是可以 我们进来看到厨房 这里面也是非常的大 从这里呢 可以看到游泳池 这个厨房整体的这个呈现是非常的不错的 非常大的bench top 进来看到这是第三间房了 也是有中央空调 并且里面一个wardroom 而且整个房间空间非常大 那这是一个多片的一个tory 继续过来这是第四间房 那厨房目前有人我等下再进去看 这是洗浴空间 这个浴室非常的大 非常的宽敞 这个整个都是做过翻新的 这还有多出来一个空间 非常不错 看一下后院 然后后院呢 这个是给游泳池 吸水的 对 然后这是游泳池上面那个 从这个gate过去呢 就可以到游泳池 那么游泳池我们从这边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extra dining area 整个房子里面空间真的是非常大 再加上有这个游泳池 这游泳池也是整个装修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可以看到游泳池周围没有树 这说明这个游泳池会非常异于达理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通用车库的 我们现在呢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中介在这里 在盼盼 它也是中国的中介 它人非常的好 首先恭喜你拿到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真的非常的不错 我看完了之后我也非常的喜欢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到你昨天加今天都有做开放 那么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是55组左右 说两天有55组左右 那Danialla这个区的话 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口结构 你大概知道 它其实这边是更多的以自助为主 然后白人还挺多的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像越南人 我们华人也开始喜欢入住这些区 因为它生活是很方便的 它靠近Danialla Shopping Center Marybuka Shopping Center 也靠近Gallery 还有靠近Cometry 哦 离摩利那块非常简 摩利这种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区域整个的看起来挺好 然后这个房子会看到这个游泳池啊 真的是非常的nice 再上这个游泳池旁边呢也没有任何的树 我感觉打理墙应该也是非常的方便 对 而且是有家庭的 有孩子的家庭在这边 你孩子在下面玩水 你这边做饭你也可以就是盯着他们 就是很好 哦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这点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这几天这么多人来看 那你目前有收到任何的offer吗 对 我已经收到了multiple offer 哦 真的吗 具体就不方便透露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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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房子目前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好啊 那如果小伙伴们大家喜欢这个房子的话呢 也不要 也可以留言了 那么以后我也会跟潘潘一起 也会做一下其他的我们可以聊一下天的视频 哇 我现在也是回来了 这个房子的竞争情况还是非常激烈的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本身吧 这个房子是07年建的 本身是一个四房两位两车位啊 那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呢 这个主卧卧室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然后其他三个次卧呢也非常的不错 厨房和浴室的状态都保持得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这个额外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既可以作为家庭影院呢 还可以作为一个游戏室 那为这个房子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室内空间 以及很多的一个potential 此外呢 这个游泳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的 因为这个游泳池是在07年到08年之间建造的 所以非常的适合夏季的娱乐啊 游泳啊以及party之类的 再加上周围啊没有树木以及椰子啊 所以对游泳池维护方面呢也是非常好打理的 再加上这个房子又有中央空调 以及太阳能板的 所以对于自助房来说的话 它觉得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呀 其实我们在购买自助房的时候啊 要考虑的因素啊 与投资房真的是大有所不同的 因为我们在购买自助房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需要关注这个我们个人以及我们家庭生活的需求以及舒适度 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位置以及便利性 那么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呢 每个人他们的工作地点 学校购物中心以及这个公共交通 生活的日常的这个范围它是不一样的 当然根据我们家庭的规模以及生活方式呢 我们也会衰选到这个房屋不同啊 类型大小啊 来满足我们实际需求的房屋 其次为了我们自己居住的舒适度啊 那么房屋的结构以及装修风格呢 也是我们需要找到符合自己审美以及品位的房屋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房子 它区域这个区域的邻里环境 考虑这个社区的安全性呢 友好程度以及这个生活氛围 当然教育资源也非常重要的 学校质量和教育质量呢 也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啊 也就是我们在购买自助房的时候一定要去考量的 那就是首先对我们制成财务的考量 因为自助房是我们完全自助的 所以除了房屋的购买价格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考虑贷款的利率啊 以及房屋的月供啊 房屋的家具保险啊 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维修费用 所以来确保我们的财务状况能够负担得起 那最后还要考虑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未来的规划 因为我们家庭人口结构会变化 搬迁拆迁或者改造等等对这个房子的需求 来选择购买适合我们的房屋 所以购买自助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需要我们来考虑的 并且明确下来呢我们才能找到 合适我们自己的自助房 我全都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丹尼安拉这个区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我们团队对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啊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那么首先丹尼安拉这个区呢 它是一个偏向于住宅的区域啊 它位于PERS市中心以东 差不多8公里的位置 那由于它靠近两条主路 一条Morley Drive 一条Arlissander Drive 所以无论是往东西南北啊 它的交通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那么这个区域的房子呢 目前功率的比例是非常低啊 只有5% 所以这个地方的房产类型 还是以独栋的House为主的 这就对很多一个 想要有质量的家庭生活的 这个自助买家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目前这个地区的中位价呢 看待是85万左右啊 租金的中位数呢 则在507到508之间 所以总体的租金回报率啊 其实只有3.5% 它并不是非常的高 那我说到这个中位价 在85万左右 很多小伙伴就会问 哎呀我明明在这里 也可以看到50多万的房子 为什么中位价还这么高呢 其实这是根据每个房子 它实际情况不一样而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 澳洲的房子非常有趣啊 因为每一套房子 它都具有独立性 而且每一套房子呢 在市场上 每一套房子不一样 它是具有稀缺性的 然后再看一下 根据Daniara这个区呢 它也非常的大呀 如果我们把Morley Drive 和Alexander Drive 看成一条十字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Daniara 分成四个大部分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离西边 离Noramaro 或者Yokan这块 两个地区交接的房子呢 它的价格会普遍偏高 而有些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卖到了150万 而Daniara以北的 这块区域呢 价格也比较高 但是当这个区域 离Morley和Noranda 交接的位置呢 房子的价格 只在70万左右 而南边的价格呢 则比较接近于中位数 当然最后 我们还是需要 根据房子的占地面积 以及房子里面 本身的质量 而有所不同 那么根据今年 IRSAD 给Daniara这个区域的评分呢 是1027分 那么在总分 是1217分的情况下 这证明当地居民的经济资源 可及性较高 那整体的社区呢 将相对于富裕 那么在房产所有权方面 我们发现 这个区域的自助率 有72.1% 大多数的房产呢 都是由业主拥有 并且自助 仅有28%的房产 目前是在被出租的状态 对于很多自助买家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 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 相对较低的风险 与竞争的投资环境 还有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区域的可负担性指数 相对较高 那么可负担性的指数呢 相当于该地区 居住者收入水平 以及房价来判断出 该地区购房者 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还完房贷 来完全拥有该房产 那目前呢 是37.71年 这表明该地区的 房价相对较高 再看一下供需关系方面 单价的房屋市场呢 供应比例为0.33% 那整体的库存水平 为一个月 这说明供应相对较低 所以还是卖房市场 对卖房比较有利 此外呢 该地区的控制率呢 仅为0.43% 房屋平均上市 时间为50天 这也显示了 当前的需求状况 也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在市场上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再加上大多数的房子 都比较新拉 维护的比较良好 这也非常符合 现代家庭的生活需求环境 再加上这个社区的安全性 以及友好程度 再加上交通便利呢 的确对很多 自住房买家来说 非常具有吸引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房屋销售中介 潘潘呢 他最近在丹尼阿拉 也卖了非常多的房子 我相信他对整个 PERS的房地产市场 也是非常的了解 当然从那儿 Home Open里面 我也可以看出来 他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在帮到客户 也就是卖家 尽力的把这个房屋 呈现得更好 来卖出一个更高的价格 那么如果看我的视频的 小伙伴也有卖房的打算 也随时欢迎 可以找潘潘聊一下 那么我会将他的联系方式 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也会找潘潘 专门做一些视频 来解答小伙伴的一些疑问 那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房子感觉怎么样呢 将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请不要忘记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 你需要帮助的小伙伴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